我想請問一下 您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是不是都已經寫成報導 在您的部落 在我們上下的網站都有 然後有幾個網站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 是用您的名字來找嗎 有些不一定是我做的 但是我們會用一些關鍵字 比如說假設你在上面打粉粉 它就會有相關 那或者是我們這邊首頁進去有一個新聞 那新聞下來有一些系列專題 那我們會有把它歸類 像那個米粉或米古粉的真相調查 這個就是 就是 像相關的那個調查我們都會 就是把它落在裡面 像 像講到那個加工食靈寒靈多這個 這個就是一篇報導 那其實就是那個 後來 後來那個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營養師 他開啟折櫃 因為他很擔心說 我們日常生活中吃了很多這種 所謂很Q 很Q的這種東西 其實就是含有銀酸 然後那這種會造成就是 剛剛講的鈣子流失啊 還有我們的那個腎臟負擔 所以他覺得說 因為我們現在政府沒有針對這個 磷酸去做管制 我們現在有針對 比如反式脂肪啊 做一些標示或管制 但是磷酸沒有 那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可能對我們的那個健康影響很大 所以他覺得 是不是應該比照那個 反式脂肪 也做一些標示跟管制 尤其 我們的食品 加工加了非常多 這種磷酸的 不好意思 那個黑黑的是什麼 粉 那個粉 就是珍珠奶茶 好 這是 這是其中一個 然後 另外 那像之前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水質啊 他為了要 他說他就是希望 這家廠商他希望 那個 就是說 鼓勵那個農民朝向 油激的生產方式 所以他 他的米粉就是用那個 油激米來做這樣子 那這個是 就是一個很 很單純的一個食品跟農業 還有保護環境 結合的一個故事這樣子 然後 像米粉其實很多的現象也是 就是 同業之間 他們都很清楚 那個狀況是什麼 就知道說 欸為什麼 現在用那個 因為其實那些米粉廠 他雖然做純米 其他也有幫忙 帶空做那個 就是 所謂玉米澱粉 因為 客戶有需要 他還是只好去 他為了生存 因為他還是允許做 那只是說 那個做的比例 可能稍微比較少一點 但是因為他很清楚 因為業者同業 有時候之前也會交流一些資訊 所以他知道說 那個 那個 這些加 所謂的 就是用玉米澱粉的 這些米粉廠 他是加什麼樣的 那個 那個 添加物 下去 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是 有時候 雖然沒有辦法很直接 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很直接 單到植物去 因為 對方一定會 會有那個 防備 但是有時候就是 花一點時間 迂迴一下 這樣子 去 就是說 旁敲側擊出來 那個 就是說百分之百 但是大概有百分之八十 九十 是 跟那個 你可以大概知道 一個實際的狀況是誰 現在 現在收市賣的米粉 好像大部分都是 調到米粉 標示是改的 都還沒改 然後其實 大部分還是 所謂那個 粉絲 就是你去看他 後面都會有一個 營養標示 包裝 他都會有一個營養標示 那上面 那 你要看那個 他是以每一百克 做單位計算 還是 是用五十七點幾克 這樣子 那 基本上 你就要把它換算成 好百分比這樣子 那 你就可以去看 如果那個 沒有 現在CNS規定是百分之五 然後 新的法令也是百分之五 那如果沒有到百分之五以上 基本上 他那個米粉 就 不是那麼 就是我們講的 純米粉 或者是調和米粉 這樣子 就是 請問一下 那個米 蛋白質只佔百分之五 那如果是造米的話 他的蛋白質是 會稍微 像有做那個糙米米粉 那正常的大概會稍微高一點 可能到七或 大概七以上 百分之七以上 但是我有看過那個假的糙米米粉 他是怎麼做 就是他一樣是 用那個玉米澱粉做 然後他把那個糙米膚加下去 然後 那你會看到那個 他的那個線條 會有一片一片 就是看他那米粉的線條 你會有裡面一片一片一片 那一種 那他 然後你看他的標示 好像也差不多是 蛋白質好像只有百分之一吧 還是一點形這樣子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用那個糙米做的 他的線條 顏色是比較金黃色 然後 然後那你去看他的營養標示 大概是百分之七以上 有的是六點八 或是 大概是七上下 對 差不多是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 數字 對 那 那個吃起來 就還 真的純米做那個糙米米粉 吃起來真的 香味 很 很香 這樣子 那位 我可以問一下 因為假設今天有一點 你不像抱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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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50塊 可是也許其中有可能是幾塊 都變成廚餘了 因為其實廚餘量非常非常的大 那 假設你想要去追這個廚餘量多大什麼之類的話 你會從哪裡著手 你會去 你會去 比方說就是一個浪費 就是那個 那你要怎麼著手去 其實我覺得有兩個方面啊 一個就是 如果你有剛好認識 假設你本身是家長會 家長委員或是 你有小孩 那你其實你就可以主動去 學校關心小孩吃的狀況 那還有一種就是 那個廠商會回收 因為他們 會那個 有的是那種統餐的話 就是小朋友沒有吃完 就會倒回去統治你 然後他們廠商要回收 那其實你可以去採訪那個 營養午餐的那個業者 你問他每天大概回收了多少 廚餘量 因為他那個廚餘 他也 他最後可能也是要賣 賣給那個養豬業者去 因為他可以去計算說 每天那個 約一約大概去計算 去追說那個廚餘量 其實你多多少少還是可以追得出來 因為我問過 在這個採訪的過程當中 我問過蠻多就是 他們反映營養午餐 小孩子反映營養午餐不好吃 然後所以就是 就是都沒有吃完 或是甚至都沒有吃 就整個倒掉 那其實為什麼沒有吃 那我那時候 比如說飯啊 那個白飯為什麼沒有吃 那我有去問過一下那個 那個就是對米食 就是對那個米加工的業 應該是說烘乾葉子啊 比如像農會或者是什麼 做糧商 就是說為什麼不好吃 那他們有講一個理由 就是說 那個我們營養午餐學 都是工糧去繳 工糧用半價去供應 那工糧常常就是 保存的條件不是很好 有時候是 它為了要讓那個米啊 放久一點 所以它烘乾 烘乾的程度比較高 我們一般可能米烘乾大概是15度 14-15度吧 或15-16度 我們一般四面吃的 可是它那個工糧可能會烘到13度 然後所以那個 然後再加上說那個米的品種 工糧很多那個米的品種 是混雜在一起的 或是不是很好的米 就是我們講叫什麼再生稻 就是它不是真的插秧 或者當起的稻座 就是可能前一期採收掉下來的那個稻子 稻子又冒出來那個要帶著再生稻 那那個長得不是很好的稻子 然後採收作為工糧去叫 然後所以那個小朋友就會反應說 吃那個米怎麼那麼難吃 那其實是跟它保存的那個技術 還有那個米的品種控環是有關的 那因為工糧大家就比較隨便緊 不是那麼重視品質 然後所以小朋友會覺得那個飯為什麼那麼難吃 有一個部分是這個工糧的保存不是很好這樣 那大家還有想知道哪一方面 我們下次會大概講些什麼 下次那個想說是不是就進到寫作 還是 我會 欸 下次我會教大家就是怎麼運用那個資料庫 去找一些線索 就比如說好 我去 假設我要做那個米的專題的時候 或者是我要做那個白面洗衣精有白面零 或者下一次我用那個洗衣精 我們怎麼發現有農藥這個當一個例子 然後我怎麼去做那個就是前面的規劃 然後怎麼去送檢驗 然後新聞寫作怎麼寫 我用那個當一個案例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知道那個報 還有相關的報道 也是可以進我們網站 然後系列專題裡面有一個那個 第二項 洗衣精濫用殺蟲劑要查 然後大家就可以先 先看一向人的眼 一定要要是會員才可以進上下 不用啦這個是社大的五線網路 還有神就 剛剛沒有用它就分出 那其實我們這個就是整個過程 事件的過程大概都有在上面這樣子 新聞的那我就以這個作案 因為這個大概這個 其實這個議題比那個米粉複雜多了 然後因為米粉其實 米粉那個consum很大 但是其實它相較那個規定啊什麼 檢驗方式什麼都很固定 其實我只要照那個模式去做就好 可是洗衣精怎麼去做